我會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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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兩個小鬼 每次上課都死到 沒想到 這麼厲害 來講講他們 帶他們玩個遊戲好了 欸 你們兩個 沒有玩過一種遊戲 叫做 聽話呢 嗯 有啊 老師他們都說沒有聽話 對啊 等一下 剛才說一次你剛說什麼 老師都說你們怎樣 很聽話 對啊 但是你怎麼知道聽話 然後你還說對啊 這是笑死我肚皮的 你說你們聽話 好 我來玩點別的 來 算道具 來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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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來這裡來來 欸 全話都做了我學生 來來來 你們說哈 聽話呢 是我聽說的這個聽話 聽話呢 是老師說什麼 我們就要畫什麼 懂嗎 懂嗎 上道具 老師要開始說囉 來小朋友乖 拿好我們的筆齁 老師要開始說囉 在1984年的春天 一條淵遠深流的小河 映照著 皎洁的月光 也映照著 家庭的歡樂 而一旁閃爍著的是路人 提著風龍的燈光 以及家庭搖曳的蠟燭 而我如此帥氣的感慨 卻只能獨自的坐在岸邊 看著岸上的一切 以及水上的一切發展 嗨 感嘆 為何我帥氣的臉龐 卻要變上孤單的人生 但卻也為我的人生 種下了一幕 最美最美的風景 一切 我畫好了嗎 老師我們畫好了 真的齁 好來 那轉過來老師看看 嗯 來 哇 好棒喔 先給他給你掌聲 真是不錯 好 為什麼要這樣畫畫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聽這首歌 台灣舞曲 在1984年 是江文也老師所做的他的畫作 我們是按照他的說 描寫了背景的說 描繪出來的畫作 所以等候大家 聽聽這首歌的時候 不妨可以想起你的腦袋的 看這部畫 是否跟我們的音樂有相比呢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歡迎 由 我們接下來歡迎由 林希瑟老師指揮 帶來這首 台灣舞曲 好 我們掌聲來歡迎 你的腦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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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